第八章 继续第八章 三番千四 重化马有三只 一十三十四 复货表留意 月跑得得得 因为上次推出了 撞大好的马 我觉得二四十都见得挺好的 配备转变好玩复星 初榜来 赛前联马斯都解释过 其他就奋斗红材 除了环形口含铁 好 先打这一只502 月跑得 晨粗也是一只冷静很重的马 所以有时都被他 压得到以前的月跑得不是这样 现在就像猪油膏 佳景福星 这只不是猪油膏 这只就是勤力 心爱 千四更容易被他带到头 但幸运传奇会跟他买 美丽多多近期都开始 好像有些正常的出赛 但出场跑不是很追 两场千二 最后的势都没什么 相隔日子很短 所以我觉得他的变化不是那么多 再看看试集 标志未来前面 后面还有好眼光 外面好玩复星 好玩复星 好玩复星 这么多问题了 刚才浩然说他试过健康有事 转弯又有些生生地 你经常有些片 三v两个第二 这样的成绩也三v两个第二 他也挺厉害的 其实一二三都不恶他恶 这只就是搞搞震 天磁怪盒 不过他也挺有决心的 我欣赏这个 是 千四继续 先跑住 下一只 奋斗齐心 近镜的那只 拍跳的步子不是很开 整天都觉得他 好像短促一点 揽出一些步子 好像有一些 不太讨好 这些都似乎下一季了 好了,健康第一 其实我挺喜欢这只马 不过就一跑下去 尤其是第一扣 扑这么漂亮的位置都不行 那就要 可能分也好 什么也好都要慢慢来 数下数下 会不会连这些都要考虑呢 将尤是 莫里拉三档 就是了 因为他跑 以前他也跑过这些马 哄得到姜口 走得比较顺一点 主观愿望 也是 好了,安感了 反而你和刚才那只 因为姜口的问题 这只跳的时候 那些步法 我觉得是有些 不是很稳定 没什么力 这只幸运传奇 又是巨大尺的马 但是他就算是阴了 马今年的情绪 都比较稳定 能力可能在三班 都不是那么超强 看看形势 可不可以就得到 是 不懂追马 都没见过 奋斗孔赛 这只反而要上千四的时候 究竟会流成什么 其实他的身体越造越漂亮 不过这些就是伟达一贯的马国外观 都是这样的 是的 高耀智星上次突然都怕得很好 我觉得自己看不到 可能减得分多吧 我也不知道 这次问题上次不行 不要紧 这次追不追 要回答这个问题 不 是的 是的 我就不够胆了 是的 个个都拿输给姓妍的 好了 日日有余 那还有一只开心大师 外面那只 四三二就好 回来自己有点退 团结力量 今年的出赛很少 只是跑过一次 赛前有阶 但是那个阶也没什么小 在后面跟跑而已 都有些可惜 这些马禁早交到 但是健康不是很正常 心律不正 很臃肿 好了 南华之光 其实这只好东西 你看这些布 纳在里面那只 天生一队 什么时候都很行 神粗里面是勤力的 来到第八场 三班千四迷 这一组当然早上 为什么是那只好玩复星 因为这么准成的马 但是它也有个风险 除了你说增情之外 我自己较为担心 是个健康的 增情我相信它可以抵得到 它是长中情的马 这只好玩复星 如果你说较稳健 可能真的是 仗瑶 甚至是幸运传奇 上次我都挺喜欢 那只幸运传奇 它也没有什么跑错 只不过遇到那只 竞力十足 似乎那只马 进步幅度大很多 它一直都拉着它 拿到一条难鱼 回来硬也没得够 那只竞力十足 就飘掉它 没有了那些强敌 如果你说天程地快 过场地利放 这些马 可能它会再接近一点 对 对 所以其实我都说真的 真的拎了头 我听到你说 章耀都可能比较稳妥 其实章耀本身都是一只 不是那么稳妥 有时那个形势上 就是因为这样 又加上莫雷拉三档 没赢 一出赢过之后 想交代 交代不了它 你觉得有心 那马是样子挺好的 放头马你要算 街景福星跑千二都带头 千四就大硬了 是不是 那它会不会带到幸运传奇来 还是如果幸运传奇 押着它来跑 又不同 幸运传奇比它 其实是在计算 那个形势上的问题 你现在就算数到街景福星 我不知道千四到不到 一千它没问题 应该千四这马没问题 起码都是赢过的 其他幸运传奇也好 刚才说过仗耀那些也好 好玩复星 好像都是这些这样的马 高耀智星就看看 你有没有缘分 继续跟下去